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今天說說有些人很有錢 有些人很慘 也算是娛樂圈的事件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 Youtube也要支持,給個like Patreon那邊五蚊雞也要支持 無廣告,盡快收聽廣播 今天說大人物 又會說到蘇文鋒、麥寧寧 被人爆出他們,買樓 買了,成棟樓 哇,這時候入市還要成棟樓 成棟樓,厲害 這個有錢 待會有人說快點評論一下 就評論一下 另外,陳國鋒就慘了 確診不幸染疫遭連串打擊零收入 陷經濟困境 就說交租吃飯也成問題 有人歡喜有人仇 有些人的錢多到用不用 有些人想拿錢吃飯也說沒錢 看到有錢的 先說一些有錢 大家喜歡 雖然有些人仇富 但有些人覺得有錢人 很聰明 不知道你認不認同他們 對,堪如學家,麥倫倫和蘇文鋒 其實向來都喜歡買樓保值 手持都比物業多 其實蘇文鋒之前說了不買 為什麼現在又買呢 跟來樓市都下跌 兩個人不讓兒童 趁低就入市 趁低吸納 我真的很幸運 他現在低處都未夠我當時找到移民盤那麼低 他們先進去 找到怎樣 人家有錢人當然懂得投資 其中麥倫倫的老公 將北角半山 寶馬山花園一個單位 轉為老婆名下持有 據資料顯示 陸座中層私室單位 2018年1748萬購入 現在1680萬登記售出 較賣入時低了68萬 但屬於轉名形式成交 故不屬於蝕讓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阿文倫倫接受訪問說 單位仍然是繼續收租 由於見樓價回落 打算再買樓 他說層樓是老公的 他想騰出他的名字 將來再買一個新單位 那就不用雙倍的印花稅 這樣 這樣嗎 是啊 你的名字很重要 有些人說 我遲些會告訴大家 我買了一層樓也不是寫我的名字 是啊 是啊 有些人說 我爸爸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我說 那個名字 是用來買樓的 香港的規矩 你要跟香港的規矩走 但有些人是不懂的 有些人真的不懂 好像 我對你好的 我和你結婚之後 我們亂名 亂名 真的有人這樣做 因為他沒有想過自己會有另一層樓 但我想說亂名其實是多餘的 因為你兩夫妻 兩夫妻來計 你們的物業 基本上是共同資產的 有什麼事分身家呢 其實那層樓也是一半的 是 這個是 他不懂 有些人就沒有想到人名是很有用的 我們那時候聽過 那些投資的 甚至是你三不識七 譬如 隨便一個人名 我要你的人名 而已 層樓寫你 寫不知哪裏 他省手指的稅 雙倍稅那裏可以多一倍 那裏有很多錢 尤其是那些過千萬的樓 如果你雙倍了 可能一分鐘交成二百萬稅 現在他只是部署 他還會幫兩個同事 給首期置業 當作夾粉投資 這樣 是不是 他是拿別人的人名 當然 阿倫倫姐也有這招 每個人都會計算的 每個人都會計算的 蘇文鋒一向都投資有道 但是他一向就說到 不要買樓 他說等狗運來 每個人都買得起 蘇師傅會不會急了一點 蘇師傅 他去買什麼呢 他本身已經有兩億物業 他就叫人不要買 他就說不買了 現在怎麼買 他一半做事一半收租 兩邊去 他有消息指 最近用五千二百萬 扣入上環文咸東街87號 全棟舊樓 其實他多年來不停炒舖 炒樓 都有些斬莫 新家是驚人的 蘇文鋒 以前傳說他去日本好像有酒店 是這麼厲害 好像說是 幾千萬新家肯定有 我想蘇文鋒肯定過億 有人問我怎麼看 蘇文鋒又說2023年香港地運玩完 有人就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這樣 有人說香港走完地運 到他走 是不是 他算到你算不到 他說香港玩完而已 他沒有玩完 是的 大家都說 他說九運跌到high high 叫人2024才好買 自己為什麼要來買呢 我又覺得這樣的 我自己認為 他買來未必是收租 收租是一方面 他這些人懂得投資 舊樓 投資 被人進來住 收租 一個錢 有現金樓 另外 等他拆 他 有些人 真的收到封 好像內地 他一定收到封 圈地 然後國家要發展 然後又重建 收回那個 知不知道為什麼要偷步買車 你香港的基建 哪裏下工程 你不用問風水佬 風水佬 又是看東南西北位 哪裏打哪裏 走哪裏 掘哪裏 他知道 蘇文峰買那裏 哪裏 上環 我也去找舊樓看看 是的 買回一些 收租 轉過頭 他說要重建 收你的 就賺了 是的 快趣 上環文峽東階 87號 全棟舊樓 上環文峽東階 大家可以看一看 他說得 叫人不要買 自己都買 肯定一定沒有死錯人 正所謂什麼 什麼 阿婆走得快 一定有古怪 是啊 你跟著就可以了 不用問 只要信 是啊 是那些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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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弄一間新的來買 弄一些差不多摺德的 摺德那些 摺德那些 他說北水 上環那邊 其實整個香港島都算是北水 他看著維多利亞港 香港島的樓 你說得不得買 我覺得見仁見智 看你哪些樓 有些農場 天價盤那些 真的有朋友買了 你不說太多了 好 講一講陳國鋒 剛才那兩位是大富貴 這個是大閉藝 不幸染疫 遭連串打擊 零收入 陷入經濟困境 交租吃飯都成問題 這麼慘 唉 一進藝人圈 心似海 心不見底 長期沒有公開 也是 他經常苦求機會 之前看他那一套 鐵拳英雄做人 哥都被人炸死了 他老實說 因為他不是小生 那些角色是side cast 除非你說做到有些特色 他身手都有些 不然也不會給他打功夫 但他要做到 可能是母子那些位才可以 有些收入 但你現在娛樂圈 不到你做事 很慘的 他又確診又盛盛 現在其實說到這麼慘 在第五波疫情很多藝人 工作量都大減 收入也是大減 陳國鋒在IG發文透露 由今年一月開始連串打擊 他是慘的 他真是慘 他怎樣慘 他爸爸意外過身 掛媽呢 不幸厭逆 工作收入大減七成 只剩三成 你想想 兩萬元一個月只剩六千元 他說現在靠TVB的收入 頂住 TVB好像有些月薪給他 不知道他簽了多少show 這些我不知道 太太亦都停工兩個月 又未復工 完全零收入 經濟發生大危機 交租吃飯也成問題 家裏還有兩個小朋友 不幸他自己也是染上新冠肺炎 現在正在自我隔離當中 其實這些新聞呢 其實看什麼呢 你知不知看什麼 看什麼呢 看看有沒有人看得到他 就像上次黎彼得那些說出來 明白的 是的 即是有報道也更好 我告訴你 你們這些有名有姓 還有機會有人盯到你 不知誰 不知誰有錢人 這個人不錯 幫一下他 你知道這個世界有好人 我們不知道 他要看到報道 他才可以幫你 好像我說 樓下美食廣場 都會在海日那個美食廣場開 那天姐不跟我說慘 我都不幫他宣傳 很多東西 真的不說不知道 沒錯 這些要開口 跟人說一說 我們看到 都表示同情 但沒有這樣的能力 為養為你家 當然有些大善人 例如古天樂 大樓 那些 你問會不會幫 這些就看他自己的祭餘 是的 他很慘 看到也很慘 其實他也成39歲 所以說 入這行 那種不穩定的收入 那種 被人 不只是說TWB 其實入電影圈也是 你的命運 命運 受到別人的操縱 別人選擇你 你有公開 真的很慘 別人不選擇你 你沒有公開 好像你每天都有公開 那種慘 就是說 你現在想 找人幫忙 手都很困難 是的 純粹是靠 是不是真的靠政府 沒有了 靠政府 政府幫不了你 怎麼靠政府 有些位置 總有一些位置 有些人幫不了 好像海日那個阿姐 那兩個月白交租 沒有人叫你開 他自己做了傻子 那虧是白虧的 像這些 你有公做的 政府幫你 我都不知道你那個合約 你有沒有錢收 有收又如何 多一萬元 言微之急 那轉個頭又怎樣 咳水 兩口而已 吃光了 所以 他說的入行經過 就勸大家 當時我告訴你 我做這行的時候 一定 有些人說 我當時沒有野心 我現在沒有做 沒有做 可以口響講 以前做幕前 被人擺佈命運的時候 有人跟我說 你不要想著 入行 有人認識你就算 要做就做第一 第二 都不行 你要目標放在那裡 因為他看到很多人 好像陳國鋒 你認識他 認識他沒有用 你認識他 他沒有公開的時候 他沒有錢收 他們做這行 你現在要做 要做劉德華 做最高的那個 你除了不會被人擺佈你命運之外 你的收入還不會像他們現在這樣淒涼 對吧 他那時候 其實他是2010年參加超級巨星2 之後入行 他好像再早一點 對不對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參加超級巨星2 他之前不是藝人嗎 加入TVB之後 其實也有拍劇主持 他說去年TVB宣布跟芒果TV合作 推出音樂節目 聲聲不息 他說 凡年滿18歲的新進現役歌手 演藝人員娛樂圈新秀可以報名參加 但當時IG自爆想報名 就被拒絕 他說夢想 只是年輕人的專利嗎 他那時候是這樣說的 究竟年滿18歲的定義是什麼 但是又說我年紀大不能參加 雖然王祖南其後公開表示 將放寬年齡限制 但是陳國鋒最後都未能入圍 這個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讓你入圍也沒用 讓你入圍做歌手 你真的做到MIRROR 現在只剩下MIRROR 對 只剩下MIRROR 之前那些超級巨星 我讓你入圍也贏了 簽了第二間公司 又說什麼小貓 又說什麼 那些我當然羨慕他們 你現在出來說 我找不到食 那些輪圍排隊 想出來說 我找不到食 他真的找不到食 是啊 是啊 你入圍也沒用 做這行 你看很多前輩 他們其實知道 有些人 我不是說他 我不是說陳國鋒 我說有些人做這行 很硬頸 我是做幕前做幕前 我以前我認識過師兄 是 我認識過師兄 他以前讀演藝 然後呢 我剛剛入行做這個網絡 我說一起做吧 我說你這麼厲害扮東西 我給你一條條條理 別人扮思奧法症 你扮麥麟麟 你做麥朗朗 你扮女人 你這麼厲害扮女人 他那時候說 我可以演 但我不會學幕後的 我不會學剪接 我不會去量度自己拍什麼拍什麼 是 我可以跟你瓜分我的利益 接著我跟他說 我給你一條條條理 叫你去做 你說你跟我說 你量度幕前 你不會做其他事情 是不是 那 喂 還說跟我瓜分 我現在 叫你自己做 我 你在我眼中 是完全沒有利益可言 我不會瓜分你的利益 因為現在是 one man band自媒體 當時十幾年前 說了十二年前 我當時很生氣 接著 一直以來 我看到五仔做得不錯 又走過來跟我說 有事找我拍 然後說說說 我們一起 不如一起拍 我說我已經上了軌道了 我已經不需要任何人合作 我喜歡拉誰來做事都可以 現在 你想一下十幾年前 有辦法 我給你 那時候跟我同時起步 他十年後跟我說 你們這些起步起得早 接著現在在做什麼 在拍片 而你 遲又要做 早又要做 早叫你做 你死不做 拖延症 因為有些人 做幕前 我不是說陳國鋒是這樣 有些人就是 他很硬頸 是 我是做幕前 我是出來擺靚靚 我就擺靚靚 你想一下 我做得明星 就是做幕前 我當然 那個虛榮心很大 一定是 是啊 好像我以前也是 我是拍笑片 拍片和藍藍綠綠 拍唱歌 你叫我做其他事情 我也會試 所以我拍得很雜 但是你說叫我做事 說一下事情 我沒有興趣 我現在 我不是沒有興趣 我現在很有興趣 我覺得好像什麼都關我事 是 你要去 即是怎樣 將個心態一轉 沒有的 你死定 掛著幕前人的名字 找不到吃 沒有工作 沒有錢 很難捱 不是疫情的關係 就算不是疫情 都會發生 只要你不紅 只要沒有人用你 這件事是周而復始 在這個 疫情也好 不是疫情也好 你都會見到有藝人走出來 然後說 我做不到 我找不到吃 是 沒有人給我機會 即是我覺得這件事 是要自己去轉個心態 還有他們其實會看到很多藝人 真的 很多前輩 根本不是只有娛樂圈一份工作 當然 雖然有些人很擅長 非常知頭 變鳳凰也好 成龍快勢也好 是 好像無線有個兒子 又是姓五 五庫橋 又說娶了一個有錢女 沒錯 那 她 又有她的運氣 又有她的路 那你 不走這條路 這條路不通 這個其實藝人買花帶 另外一條路就是什麼 就創副業 找副業 那當然 現在做生意 很糟糕 可能百上加根 連兒子的奶粉錢都輸了 之前 李宇洋就是這樣 是 都是這樣 那你試試看有沒有東西 升級你自己 如果經常轉那些位置 歌影視 歌影視是九十年代 四大天王的時候玩的 就不是你現在下來玩的 你現在玩什麼呢 玩網絡 KOL 沒有 我見過很多演藝人 好像 廖碧儀 廖碧儀都說自己做KOL 去幫業界宣傳 嘩 她如果做歌影視 你真的懂得 廖碧儀 真的 有時候大家都想著 把主動權 放回自己 沒錯 最重要這件事 真的 那 原來陳國鋒 他都有 做其他副業 是 那真的大Q 告訴你 飯飯都拉的 嗯 為什麼呢 本身 她是投資拉麵店的 疫情底下 退股 退股當然是虧的 賺錢又怎會退 這裡已經虧了 疫情之下收入大減 好 做回舊屎份工 做什麼 健身教練 健身教練 你今天看到Fitness first 是不是 那 又是 除了做健身教練 他也被拍到 跟莫加賀 炒散 做搬運 哇 慘了 都有900元日薪 900元日薪 叫他去HKTV Mall 拿2000元日薪 2000元日薪 沒辦法 做藝人 做到搬運 但是這樣說 真的要能屈能伸 不要說今時今日 當時梁家輝拿了影帝 沒有工作 他都要在銅鑼灣賣皮帶 做小販 做小販 沒有的 沒有辦法的 馬死落地走 是啊 這是真的 是啊 他接受訪問 就說生計大受影響 這兩年陷入人生低潮 他說如果不是 都不會出去做其他事情 去幫補加計 因為有兩個小朋友 經濟壓力都大 所以這個也是 做藝人 除非你很穩定 或者做人 不要說只是做藝人 除非你很穩定 如果不是你這個時勢 這個時勢 在香港 是不適合生小朋友的 你認不認同 這個位置 我絕對認同 我怎會不認同 這個位置 有人問我 我身邊有些朋友 我沒有想過 這個時候 你有這樣的興趣嗎 真的沒有 這些真是百上加根 我經常說一句 你說你自己 可以照顧到自己 這個此其一 你能夠照顧你身邊的人 此其二 你還有沒有 心理準備 或者人生 都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準備照顧 多另一個人 你想想 這個是漫長的 第三個是漫長的 所以你真的 你人生從小時候開始想 由你第一天出來 上班開始 你就要想 由哪一個位置 你要結婚生小朋友 是的 喂 你自己本身 又不穩定 做那份工作 又不穩定 這些 好像我以前 我也做娛樂圈追夢 是的 我沒有的 我一個人 我沒有老婆 沒有子女 我沒有飯吃 我就吃番薯 是啊 所以為什麼你可以 四百元一個月 我可以 但是 我不吃 小朋友也要吃 對不對 所以你 沒有辦法的 窮人生小朋友 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糟糕的 你現在 有些人說 不小心 意外 有了小朋友 但是 在你選擇的時候 你會真的想 你認清 那些人說 不是啊 你再不生木 那這個環境 你不要說為生而生 就要出來 沒有就沒有了 你明白嗎 有又怎樣 沒有就沒有 有 有 那是孝順的 就是孝順的 他不孝順 激死你 是不是 你給他的生活不好 他怨你 又不好 有 當然好 我成世人 最偉大的志願 就是有下一代 這個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給他一個好的 對不對 大家做個小孩 大家都會怨過父母 沒錯 這些位置 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家庭環境長大 我是一個 我自己不太滿意 當然也不差的環境 但是我不滿意 就是可能 未必是物質上 或者關愛上面 可能是知識上面的提供 各樣的培訓上面 我其實 有人說 吳仔 你這個稅做鷹什麼什麼 我自己覺得 我有什麼培訓 我可以走得更快 是的 我可以說 是輸在起跑線 有些事情 但是 你有個下一代的時候 你就要給他一個最好的 但是我現在可以說 給到最好的 我也不會 因為我不想他去面對 一些我不想面對的事情 這是真的 大家明白 這些事情 在疫情底下 自己也未必天天這麼開心 是不是 你又要去 實在太多事情了 有時候自己也未必可以處理 你看到他的人 其實也是積極的 但是積極得來 始終有一個心理障礙 他之前也有登記過做職業司機 不過始終過不了自己的關 最後沒有做到 我又覺得 沒有什麼關不關的 的士司機 都是賺錢 是不是 夏金城 出名過我了吧 是不是 是的 你再何處 馬小林 喂 你又想做歌手 你又想再參加 別人開的士 又是夏金城 又是歌手 我又會唱 周星馳也唱過歌 嗯 是不是 你沒有的 職業無分貴賤 哪有理不理自己的關 好像我以前 很多人都說 有個包袱 說我 吳仔 你以前拍片拍影像 又剪片又監製 你現在出來做DJ 他說你那些工夫 剪接工夫 那些工夫 那些工夫 你以前有很多廣告 在公司 你對我來說 我放得低就放得低 我直接 你知道我現在 不要說以前 我現在都貪美了 但我都不用你看樣子 是的 我要放就放 說放下就放下 他那些東西不值租 是啊 是啊 他不值租 你死要 你在他面前擺靚靚 別人不讓你擺都沒用 我說入行的時候 我說我誤仔 入行的時候 我看著古天樂、張國榮 我想這樣擺別人 不羈的風 吹吹頭髮 多有型 好看 你就是要放下 你本身對那件事的執著 然後 你的生活就沒問題 好像買衣服 經常買到整個屋 舊衣服 不願意扔 做什麼 是啊 人只有一個 沒有的 是不是 陳國鋒也是慘的 他家裡只有一個兒子 他本身是孝順父母 可惜他爸爸早前在家裡跌倒 宋縣情況急轉直下 最後就不幸離世 令到他大受打擊 由於疫情的關係 他爸爸的後事只能夠一切重簡 除了在幕前工作之外 陳國鋒主要是靠 他的健身教練的工作維持生計 老實說 現在 健身室又不開 你估計 那些人好像我那樣 OK仔還說 你還在拉橡筋 連大隻拖 他就說我 是啊 我真的拖 我拖水也有點力 也是 我還在吃奶粉 沒有的 我的個人興趣 很多人就是 在疫情下 喂 這麼說 真的 這是連鎖效應 又不外出 又不買衣 又不見人 戴著口罩 那玩什麼身材呢 對不對 每個人都坐在這裡打遊戲 躲在家裡 又沒有健身室 你健身教練是結構性失業的 這樣 所以 真的 經常說 周身刀 又不是兩把刀都不夠用 是啊 九把刀都不夠用 其實有時候 那句 有機會到你用的時候 是啊 你就 嘩厲害了 是 閒時得來 急時用 急時用 他就慘 他老婆做美容 本身 真的值了 現在真的值了 你有什麼配搭不值的 你去做空姐 開飛機 全部都值得 真的值得 值得 值得不甩 不是 疫情反覆 兩夫妻收入都大減 面對重重難關 他就積極面對 他說要堅持活著 生命只有一次 要做一個盡責任的父親 他相信雨後有陽光 香港人加油 他還勉勵大家 疫境自強 對的 但我覺得 又不是開口 真的要做 下手下腳做 身邊很多好朋友 都跟他打氣 陳山聰 洪永成 姚子玲 孫維雪 何彥詩 都為他打氣 何彥詩不只是打氣 封一封老毛 幫到的 你有 打氣 打氣 封紅包 封紅包 希望他可以渡過難關 沒錯 我覺得 現在的生活是難過的 每個人都有難處 有些人這樣說 拿鍾援 這些不用你建議 老實說 他們肯做 不是說拿鍾援 三個字解決 很吃香 他現在是想做 亦都做得 沒有東西給他做 好像那些老人家 對 你以為我 不用那麼辛苦 有什麼 生果金 長山津 那些老人家 真的不想拿這些 對 皮肺很大的 有人一句 不要發明星夢 就沒事了 這樣嗎 我告訴你 對99%的人也是 其實明星夢 不是每個人都值得發 這是真心 我也發過 但我發完之後 我起碼沒有搞到自己損失爛腳 但你也知道 剛才你說的 我四百元洗一個月 就是當時發明星夢 發成這樣 這是必經的 每個人 只要你不紅 必經的 一定是 對 一定是 你不是每個人都是姜濤 那 所以你要轉型 多看一些書 所以就說 你一些位置走錯了 他們一定不會後悔 告訴你 有些人 如果你是自己還沒搞定的時候 走去有下一代 你想看書都搞不定 你想買一本書來看 就算一下 想買一本書來看 兒子也要有書保費 買書的錢都給了他買書 是不是 你寧願 寧願真的好像打遊戲一樣 現在我覺得 你要將自己的層級升到某個層級 然後才做這個任務 人生的任務 我覺得好過 你有兩個小朋友 然後就說 先這樣 當然現在發生了 就不能回頭了 當然 只能夠撐下去 我對著這些 這些鬥士來說 我是無限量 精神上支持你們 是的 將來看看有什麼機會 一看到你的報道 又說 其實我幫不了你 可能國庫城幫到你 又不行 你知道很多大線人 看到這些報道 馬上說 我幫你 也有的 是的 或者看整個娛樂圈 其實很多人需要幫忙 曾志偉看到 我幫你 是嗎 對的 有句說話有個網友說得對 這四個字是我的人生作用名 有些人說 不用你啊 出八條片 我只能夠告訴你 天道酬勤 你勤力 他自然有東西回來 你懶就沒有 好像我跟OK仔有時候聊天 我說 我記得我生意失敗 我告訴你 我戶口只剩下六位數字 都不算少 對現在很多人來說 我跟著那一年 全年沒有做過事 我在跟OK仔早上開會 那段時間跟你說 我說 我有一年時間沒有做過事 我都夠懶了 當你明白天道酬勤 這個世界 是不會太過艱難 不要只是做事 你去勤力去吸收一些新的知識 是 到你有機會的時候 又學到東西 又用到出來 沒錯 沒錯 所以就是 加油 真的要加油 加油 絕對需要 升級自己 各樣 天一定會好天 暫時下雨 現在給你機會 你去準備 迎接一個新的挑戰 如果你這個時候準備得好 就迎接到這個機會 那你就會有機會向上 對 不用怕 很多香港人都是在等著 等著這個機會 有人說了一個點 很可笑 應該立法生仔要考牌 壓力測試 壓力測試應該是自己給自己 立法就太不人道了 很耐地的感覺 明白的 其實 那個根源大家看到 但是有時候 那個局在自己身上 他要自己努力 我們只能給他們一些鼓勵性的說話 讓他們加油 沒錯 努力 下次再談 拜拜